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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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山啊! 我們沒可能在一起 為何還要跟著我去福江呢? 是不是以為這樣,我就什麼都吃不到? 你錯了! 我們順利吃了牛腸鍋 日式咖哩飯 炭燒鰻魚 福江特產名太子飯 臭臭豚骨拉麵 炭火燒肉 真的吃到會嚇你一跳 在激怒營養師之前 麻煩大家訂閱澳洲老華僑CF這個頻道和Instagram 留下熱和幫幫手迫你的親戚朋友看片 去增加流量 我和朋友新華僑陳小姐 被颱風山山早半天到福江 起程前,朋友的媽媽贈了我們一個四字錦囊 好好利用 嘩,簡直是大智慧 所以一出機場,我們就跳上的士直奔酒店 放下行李,不停撿一撿 就趕快去駁多站的Hakata City 在打風收檔之前 被人成功買了對Made in Japan的鞋 還說得像退了 然後去駁多站附近吃福江名物牛腸鍋 今次預訂了綠花社 是因為看了Youtuber TommyTommy的影片 門下有他的封面貼紙 餐廳的氣氛是那種用木形造出來的溫暖感 配合一個Open Kitchen 不要說那麼多,直接來一杯Lamb Sour 嘩,好浮誇,整個檸檬對比你不手軟 各位觀眾,銅花檸檬筍 開餐了,餐廳首先送來一碗不知什麼 看上去好像一片花瓣 丟落一個充滿海藻的池塘 起初我以為是一碗湯 但它的真實身份是一碗蒸蛋 蛋又香又滑一滑 今餐的開頭開得不錯 雖然是店家送來,但要自費 而用我們自由以至去點的前菜有三樣 第一樣是胡麻絲魚 胡麻醬的野味 絲魚的鮮甜 芥末的芹 和紫蘇葉的香 這四個關係複雜得很好吃 第二道是一夜乾雞翼 燒雞翼呢,每個人都喜歡吃 雖然雞翼有點迷味 和手指差不多長 不過加分位就是它開了骨 算得很方便 最後一個前菜是紅薯藍芝士春卷 藍芝士很香濃 反而令到紅薯沒有頂期 春卷本身是好吃的 但放在傳統日本菜的餐廳 就有點格格不入 主角來了 我們叫了這裡最Signature的口味 胡麻麵士1580N一位 基本牛腸份量不算多 但夠食的了 尤其我們 也是時候差不多加入這個 保護心血管之友會 哇!牛腸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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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又容易咬開 好後悔來到這個年紀才發現這個人間味味 不過日本菜都好食做 鍋都有很多牛綁和椰菜 去降低心理負擔 辣椒仔又可以令風味增多一個層次之外 又可以加速新層代謝的燃燒 吃到差不多,又是選擇困難症發作的時間 在麵和飯之間,我們選了麵 哎呀,不好意思,掛著吃,拍不到它殺芝麻的一刻 吃了一口吸收精華的麵之後 我們就回酒店靜候山山登陸 我這一生都未試過去旅行可以睡到自然醒 起床之後咪咪摩摩看看颱風最新資料 差不多12點多才出發 嘩,不說還以為回到COVID lockdown 時 甚麼鬼都不開,連一蘭拉麵都休息 唯獨在他旁邊的日本咖哩連鎖店開到下午2點 還想什麼,幾大都衝進去吃了 原本就安排了去參觀麒麟啤酒廠 現在去不到,唯有喝一杯當去 吃完飯,始終不甘心就回酒店 有甚麼地方是颱風天都會照開呢? 有,是公園 我們去大豪公園逛了10分鐘 又去武學公園打了個轉 但又真的沒甚麼好看 下大雨又大風 連天神地下街都是冷冷清清 神社又不開門 唉,都是快快進去便利店入定貨 然後回酒店睡一個美人覺 第二天的晚餐 全靠我這個,靈敏魚景圈的鼻 聞到在橫街傳出來一陣陣的炭燒香味 這間餐廳就叫做 Hitsumabushi 鼻腸 吃的是關西式的炭燒鰻魚 上天對我們都真的不薄 本來安排去柳村坐完船仔後 會吃一間很有名的鰻魚飯餐廳 但颱風山山不讓我去 不要緊 我們一樣吃到鰻魚 首先叫做一份白燒鰻魚 大衛宮Parfait 這是甚麼來的 這是白燒 我是第一次吃這種以沒有調味的方式來做的鰻魚 鰻魚燒到立立令 好吸引 是就是沒有那麼野味 靠的是魚本身的鮮味 加少許芥末去吃都不錯 另外我們每人都叫了一份蒲燒鰻魚飯 炭燒的食物真是沒得輸的 微微的焦香加上野味的蒲燒汁 請多給我一碗飯吧 那個山山突然減速 令福江市面在我們行程的第三天依然要休半日市 便利商店亦出現了這麼震撼的畫面 我就當做個168段食 到中午時間 先去近年打卡的勝地 胡鵝釘 吃他們人氣的打卡名物 名太子,三文魚子,捐蛋飯 另外見到一個雲朵朵,都好像挺漂亮 叫他吧 好,首先解決這個IG名物 顏色又紅又黃,確實是挺鮮艷,挺漂亮的 名太子,辣辣的,好省畏 但是名太子和三文魚子都是屬於重口味家族成員 兩兄弟在我口中互相打架 分開他們的各自食應該會好些 是時候解剖這個雲朵朵 有請新華橋陳小姐 這是什麼呢 醬醬的sashimi 原來裡面是調味的魚生飯 混合生雞蛋後 全部魚生都變成同一個顏色 好像在玩抽盲盒 試了兩道震店滋補後 我覺得,這間不會是我的回頭店 來到福江,北面族都要吃一碗豚骨拉麵 福江這麼多間,我們決定順路見到哪間就入哪一間 博多一行舍,腳未走到,鼻已經軟軟聞到那種豚骨湯味 老實說,我這種榴槤、秋豆腐、大樹菠蘿 好臭的食物都吃得津津有味的人 竟然接受不到豚骨湯那種 酥味,麵底,叉燒,蛋,全部都沒問題,很好吃 湯底喝進口,其實我都接受到 哇,好濃啊,好咖啡吃啊 我家裡飽了一條裙子,然後你在那條裙子喝了一口 噢,好多畫面 只是股味,我在說臭的感受 我投降 第三晚晚餐,我們去吃燒肉 慶祝一下沙山這個麻煩台風終於離我們而去 燒肉店的外表平平凡凡 但我出發前一個月訂位,都只可以訂到晚上11點 燒肉這回事,口切牛膩當然不少 另外我們還叫了一個店家事日精選牛四款 分別有腰脊心 腿三角 上等肩肉 和上頭心 另外再追加一碟牛五花 燒爐旁邊有一盞小射燈,應該是讓你用來看看肉熟不熟 但意外地就變成影相拍片的好幫手 看看燈光多漂亮 拍得住專業質素 肉的油脂在燈光下反映到立立 他沒有刻意標榜是甚麼特級和牛 可能有我沒有留意 但咬下去,肉質鬆軟 而且有很香的牛味 而他的調味也剛剛好,不會搶腹 看上去肉好漬密很多 但其實是飽到頂著肚 應該不關連幾時 應該 價錢中規中矩,不是走平價路線 這間餐廳可以回頭幫襯 下條片,看看我怎樣用緊餘的時間 盡量追回之前進度 下次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説教門 無論有料 コミカス上司と先輩 仕事押し付けてくんじゃね? OK